这是一部限制级的爱情片 被无数文艺青年奉为经典 33岁的大叔与15岁的少女相恋 她褪去她的裙子 剪的身体就这样暴露在事情喧嚣中 被东尼一览无余 1929年 在湄公河上剪第一次和东尼相遇 少女15岁含苞待放 洁白的皮肤 大大的眼睛 纤细的身体 没有华丽的衣服 都是母亲穿剩下的旧衣服和皮鞋 让她觉得自己有些寒酸 湄公河上的风微微吹开 她脖梗下藏着的脸 涂着口红微翘的嘴唇 若隐若现的衣衫 射人心魄的眼神 她预谋师的招风影蝶 吸引着东尼的注意 这一切看起来如此自然 欲望使然 东尼战战兢兢地向剪搭讪 少女起初还对这个局促的男人抱有好感 可当知道东尼是中国人时 剪的脸色很快冷了下来 不过出于东尼的富豪身份 剪还是很愿意和东尼聊天的 甚至答应了东尼送她去学校 在车上 剪看中了东尼手上的大宝石戒指 一开始两人都十分拘谨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各自的生活 各自家庭的不幸让他们同病相连 密闭的空间让两人的气氛迅速升温 东尼的手不断向女孩靠近 用指尖若有似无的触碰节 彼时的越南是法国殖民地 这里生活着很多法国人 因为人种不同 东尼面对这个美貌少女 既紧张又有些自卑 以至于手心都要冒汗了 东尼略微颤抖 可男人是白人说的下贱民族啊 一番试探后 终于两个人的手叠在一起 之后食指紧后 静默的房车一时春光一米 简的家庭十分贫困 全靠母亲微薄的收入为止 被母亲偏爱的大哥是霸道的瘾君子 经常偷家里钱去烟馆吸大烟 二哥是软弱可欺的爱哭 经常让简安慰他受到的欺负 可实际上母亲举报大哥的坐监犯科 想让人把大哥遣送回国 弟弟每次练枪时都会先瞄准大哥 再狠狠地打向靶子 破碎且贫困的家庭让简渴望温暖 哪怕是放纵 所以被这个同病相连的男人吸引 单亲家庭的东尼父亲是个烟火 用强势的性格把东尼培养成性格软弱 身体微弱的顽固子弟 两人的家庭不幸让他们彼此吸引 他们很快能接受对方的不是什么好感 而是同病相连的无奈 两人默契地食指向口 去往学校的路恍然变得又短暂又浪漫 直到简提醒到学校 东尼才恋恋不舍地放开手 就是这个手放的位置不对 东尼痴痴地望着简的背影 彻底陷入简的温柔乡 第二天早上 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简学校门口 简知道车里坐的一定是东尼 缺钱的他郑重地走到车前 隔着窗户表达着自己的心意 东尼也在车内情不自禁地回应他 但到了简放学时 东尼却没有来接简 简很是落寞地回到学校 过了好几天 东尼才做好跟简谈恋爱的心理准备 来见简 而简也跟他上了车 33岁的大叔带着15岁的小萝莉 来到自己的金屋 东尼说完有点手足无措 他知道自己应该好好爱护简 但两人根本无法相守 封建的家庭 肤色的差别甚至是年龄的差距 任何一个理由都是压倒这段感情的大山 东尼犹豫再三 准备跑路 却被简喊停 简委婉地表达出他只是想被包养 在简的要求下 东尼被自愿地占有了简 简和东尼的情人关系确立 此时的二人更像是两只互相舔视伤口的小兽 说好只谈钱不谈爱 两人在房间说着自己的心事 说着自己过往的一切 简的嘴中只有一句我不知道是真的 虽然他们互相喜欢 但他以为对这个男人没有感觉 一来就是东尼是白人说的下贱种子 二来就是东尼太过于懦弱 还嘴硬地说中国人崇尚姻缘 所以简认为他们之间就是交易关系 可在相处中 他喜欢上东尼给他的宠爱和依靠 他不用为生活担忧 也不用担心大哥这些家人 于是简下意识地用漫不经心的口吻了 听说中国的传统思想里 男人是不能娶婚前就不是完毕的人 东尼文言竟产生征服白人的自豪感 用句高临下的口气说是的 简洁利用笑容掩饰自己的慌张 只有在东尼给钱时才会抬头看钱 然后又迅速低下头 而东尼迅速地扫了一下钱 错误地认为他们现在的连接只有钱了 殊不知简回到宿舍后 一个人躲着哭泣 简对这个有好感的第一个男人 有了异样的感觉 之后两人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东尼知道了简即将回到法国 简知道东尼即将包办婚姻 所以都不想在感情里异足深陷 话虽如此 东尼却每次都避体未婚妻 想让简为她吃醋 但每次简都忽略未婚妻这个话题 不久后 两人的来往还是被家里人知道 母亲竭力的贬低 东尼是低贱种族 虽然简表示和东尼只是单纯的朋友 但家人还是想看看富有的东尼一面 在高级餐厅里 东尼得体地照顾每一个人 可简一家只忙着郎村午宴 丝毫不理会东尼在说什么 就连简也被逼着不愿意搭理东尼 他们虽然经济拮据 但骨子里还保持着百种人的优越感 这让自说自话的东尼觉得自己像一个小丑 虽然看不起眼前这个有钱的中国人 但简的母亲在看到东尼支付费用时 拿出的那叠钞票 眼睛都直了 甚至发出笑声 这让旁边的简一直怯晓 也不知道是笑自己选对了人 让母亲知道自己说错话 还是笑话母亲是快的两面三刀 吃完饭东尼帮母亲他们搬凳子 可母亲他们不屑一顾地走掉 大哥更是次次挑衅东尼 不过东尼为了简都忍了下来 可这个让简看到了东尼的软弱 他希望他的男人能帮自己报复大哥 于是简报复兴了和二哥亲密的热物 东尼看见简和二哥疯狂热物时 再也无法压抑分明 绅士风度让他没有当场发作 可想杀人的眼神却怎么也藏不住 所以一回家后 东尼就惩罚了简 少女晃着腿 戏谑地问男人 东尼恶狠狠地把钱甩到床上 也许她只是痛恨这个女孩 把自己当成妓女 或许更多的是她憎恨这个女孩不爱她 憎恨自己爱上了这个女孩 而简把钱给了母亲以后 母亲默许简跟东尼继续交往 时光荏苒 东尼得知简毕业以后就要返回法国 而她也要结婚了 东尼把母亲留给她的宝石戒指送给简 戴在她的无名纸上 第二天 东尼鼓足勇气跟父亲提起解除婚约 却被父亲无情拒绝 东尼再提就赶出家门 东尼无奈地去告知简此事 诉说着对简的爱意 但又提到简跟她在一起的原因 或许是明白东尼的难处 简装作洒脱的说无所谓 自己反正也会回法国 不可能陪着你 两人像初见时那样 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话 简望着阴沉的暮色 她知道两人的感情 再也没有回准的余地 人间的寂寞寂静到可怕 但两个人心里都在绝望地翻江倒海 晚上东尼看着眼前的简 不断要求简对她说 跟她在一起只是为了钱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或许只有骗自己 两人之间没有感情 只有利益才会让东尼的内心好些 可她终究无法自欺欺人 嚎啕大哭起来 简回家时 心情莫名其妙地难受起来 回家后大哥指责简肯定和东尼 已经发生了关系 连结婚戒指都戴上了 简生气地把戒指丢了 东尼都要娶别人了 自己还要什么戒指 等简收拾好心情去见东尼时 东尼已经宛如行尸走肉 抽起自己最讨厌的大眼 过了两天 东尼结婚了 简混在所有看热闹的人中央 她面无表情 看不到她内心的欺慌 两眼却是无比眷恋地搜寻东尼的身影 而搀扶着新娘的东尼 也心不在焉 两个人终于眼神相遇 一时间两眼对望就已胜过千言万语 人生有千万种无奈 爱而不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回到家后 母亲通知他们该走了 东尼已经帮他们还完债务 并给了钱和在法国妥善安置他们 母亲承认自己看错了东尼 过来人的母亲叹了口气 无奈地摇了摇头 晚上简冒着大雨回到金屋 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只留下一丝惆怅 她最后一次给房间的花椒水 坐在两人曾经温存的床上 一直到天色将晚 她才慢慢离去 离别的气底已经响起 简踏上回法国的轮船 简迟迟不见东尼的身影 而闷闷不露 却在码头的隐秘处 看见东尼的车 简明白东尼不愿意见自己 她知道东尼应该是绝望吧 只要自己承认过一次爱她 她就为爱情抛弃一切 事实上自己不愿意说爱她 东尼也主动为他们爱情尝试过一次 但自己还是不懂事地抛弃了东尼 简能做的就是重现第一面的场景 人生若只如初见 我日后会怀念这个笑容 即使你已忘掉我的长相 我的名字 简一直眺望东尼的方向 直到轮船驶入大海 她再也忍不住地嚎啕大哭 当一切的情绪都过去了以后 剩下只有对东尼的爱意 她再也不敢笃定地说 不会爱上中国男人吗 这份爱 却只能是心中无法释怀的牵挂 几十年后 曾经的少女已经成为知名的作家 这天电话突然响起 对面传来久违的声音 东尼对简说我爱你 致死不渝 简也轻声回应她也是 本片名为情缘 两人都是真心相爱的 只是不成熟地去面对一切 她对她的深情 对她的恩责 对她的好 对她的点点滴滴 所有的一切突然消失 她未与她的生死离别失声痛苦 只有眼泪能证明这场爱存在过 而这段爱情也结束在了 她的情窦初开之时 一份感情能够开花结果 幸福绵长 需要多方面的因素 但生命中能有这样一场刻骨铭心的记忆 已是人生幸事 不是每朵花都要结出果实 花怒放之头 本身就是最美的春色 爱了就爱了 相爱时真心已对 分别后各自安好 不负光阴不负清